对于克劳蒂亚来说,失业就是一份全职工作。 3月28日,37岁的克劳蒂亚被奥兰多梅西百货解雇,那时由新冠病毒引发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 自从那时起,克劳蒂亚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争取本应在数周前就已经到达了失业救济金。 他首先尝试在网上申请,在经历了长达十个小时徒劳无功的煎熬后,系统最终说无法验证他的身份, 然后他转向电话申请,有时一天要打一百多个电话,要么打不通,要么没人接。 在克劳蒂亚成功递交申请两周后,州政府告诉他,他的身份已经得到了验证, 但是,在他提出失业救济的一个多月后,他仍然未收到一笔补贴。 到目前为止,克劳蒂亚唯一得到的帮助就是前雇主付给他的两百美元, 那笔钱和他八百美元的退休基金让他能够支付他的车贷。 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拖欠了两个月的房租。 克劳蒂亚说,我觉得政府让我们失望了。 克劳蒂亚是过去一周内路透社采访的二十多名因新冠病毒危机而失业的美国人之一。 美国政府的指导方针说, 有资格获得援助的失业员工应该在申请后三周内就能得到补贴, 但许多人已经等了两倍的时间每天都要向不堪重负的国家政府机构寻求答案。 与此同时,他们在食品银行排队,与房东讨价还价以推迟他们的账单。 在过去的六周里,各州一直在努力处理超过三千万份的失业申请, 这比他们通常在一年时间内看到的还要多。 根据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 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由于政府障碍甚至无法提出申请的人, 这个数字多达一千四百万。 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面临愤怒的反弹, 因为他的州未能为数十万失业居民提供救济。 截至4月18日,佛州只有4.4%的受保劳动力享受到了补贴,为全国最低。 佛州政府官员说,从那时起,他们已经取得了进展。 他们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3日, 他们已经向一百万提交申请的人中45%的人提供了补贴。